王祖蘭、毛順君、方立生的 這天就出席電影的慶功宴 祖蘭跟太太李雅南 馬上就要到日本慶祝結婚週年紀念日了 會不會很不捨得女兒啊 肯定啦 現在雅南說我還沒開始飛 已經非常緊張 非常捨不得女兒在香港 但是我覺得健康的夫妻還是要 就是維繫一下兩個人的感情 就不能把所有的愛值給寶寶 我覺得愛人世界還是很重要 那有沒有打算什麼時候再追生多一個寶寶呢 那我明年跟雅南的協議就是 起碼今年別追 因為寶寶剛出生還是要照顧好寶寶 今年就集中了去照顧寶寶 然後可能過一年吧 怕又懷孕又照顧孩子 沒到一歲就不好 內地綜藝節目跑南這天就宣布 鄧超 陳鶴 祖蘭跟陸涵 都將會退出新一季的節目 觀眾們都很不捨得啊 今天已經官宣了 就我跟隊長還有痴痴還有小路 我們就佔別了 每個人都有個別的原因 特別是今年 因為我去年為了電影 為了舞台劇 連我自己的寶寶的出生也要欠就我的檔期 其實我真的非常的內疚 然後雖然離開跑南是非常捨不得 畢竟我們就是四五年在一起了 還有也是我在內地的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 我雖然捨不得 但是我今年希望稍微彌補一下 我今年在家庭裡面 就是我覺得有些內疚的地方 所以今年我主要是接所有的工作 都主要以家庭為主 可能還會接工作 但是我覺得能夠遷就家庭去安排的一些工作 就比較好 但就有傳阻來退出節目 是因為受獻酬令的影響哦 這個猜測我覺得有點想多了 如果真的是因為這個原因的話 我就不會比如說拍沒想到吧等等 其實今年還會看到 可能有我的節目 只是我覺得節目一定要以遷就我家庭為主 其實哪怕大家有這個猜測 我覺得就看今年我節目的安排嘛 大家就會知道 只是以我家庭為主這個最重要 我是老人家庭為主 我家庭為主